屏東的一家鴨肉飯店 那麼日前是接了一張外送訂單 表明說要訂15個便當 還有15個下水湯 但是事後送到對方給的地址 發現居然也是一間便當店 而且裡頭的人說沒人訂餐 當然店家是立刻打電話 給訂便當的人 始終沒人接聽 很明顯就是遭到了惡意氣單 現在店家氣得報警 也呼籲類似惡作劇 真的不好玩 不要把無聊當有趣 鴨肉多片鋪在便當盒上 擺上花生 青菜 筍肝 這就是鴨肉飯便當 不少顧客為了節省時間 像這樣提前預訂 卻有顧客訂完餐 惡意氣單 從未當天店員接到電話 對方說要訂15個鴨肉飯便當 15個下水湯 請店家外送 沒想到餐做好了 送到指定地點 卻找不到訂便當的人 結果我送去的時候 對方也是便當店 所以我問我 你怎麼叫便當 他說他們沒有 沒有的時候我就隨便打電話 打電話 油漏的電話 我們打電話 都沒通都沒接 我心裡有什麼不對的 我還回來還確認 電話就在家打電話 都沒有接 聯絡不上買主 做好的便當 冷掉不好吃 丟掉又浪費 店家只好怎麼辦 我們把它撲網 就給有需要的人 這樣大家把它分享掉 不要浪費掉 不應該人家開店做生意 尤其現在疫情生活 生意那麼不好 遭客人惡意氣單 事後店家也報警 呼籲希望不要再有人 惡作劇 浪費食物 一點也不好玩 記者李安平許雄文 評論報導